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要来视讯委员陈玉珍 目前呢人就在这个现场 我们就要跟您聊聊 哈喽您好 文 你好 陈玉珍在 哈喽哈喽 我们想要跟您聊聊的就是关于说 现在呢中国大陆不是有这个新的规范吗 有禁止说这个台湾的像是水产啦 农产品的输入 现在夸张的是连金门高粱酒都被禁止了 那很多这个业者不就叫苦连天吗 所以想问问委员说 今天呢通过这个绿色通道 前往中国大陆 跟着涉台的部门沟通 包括上是小三通的问题 还有金门高粱酒的问题 说今天呢就要跟他们一些洽谈了 有没有一些沙盘推演呢 好我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 事实上这个 大陆这个食品注册的相关规定 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这个是去年就已经开始在要求 那这中间当然我们金酒公司 有听见吗 有说 嘿请说 我说这个食品注册这一件事情 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事实上是去年我们就已经 曾经这个 收到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去年在立法院的时候 就已经召集过食药署 还有国库署 还有经济部等相关 国贸局等相关单位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去年四月份跟八月份也都分别补过了一次件 那所以今天我们过来这个第一个主要的是 今天晚上 其实我们等一下要开会了 还没开始 等一下要开会 开会的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先首先是针对小三通重启的这个事宜 因为大家知道小三通已经停到现在将近三年了 那它是一个台商往来非常便捷的这个管道 那因为小三通的这个暂停开放造成这个事实上 不管台商在往来从时间或是金钱上 都是所费不止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现在慢慢的 就是说已经沟通到一个地步了 那台湾这边今天这个 卫福部次长王必胜次长也到金门去 明天他会去视察看这个医疗的量能各方面 防疫的量能足够足够 那希望呢在这个两岸 总统啊在我们蔡永在说 今年十月国庆文告之后说 希望可以递出和平的橄榄枝 所以我们希望小三通在20年前 我记得20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开放 我爸爸担任议长的时候去破冰之旅开放 那后来因为这个疫情而停止 我们希望的很快在这个农历年春节前 也可以开始开始再做开放 那我们今天来第一个目的 今天要讨论的是小三通开放的事 因为开放如果重启开放的话 那就会牵扯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台山海这边隔离 要隔离多久啊 现在大陆是5加3嘛 以现在为止是5加3 那我们今天过来事实上是比较特例 我是早上过来的 那过来的时候 其他的旅客他们就是必须到饭店去隔离5天 那我有点是像走这种泡泡的模式 我是专跟我这个随行的我这个陈志荣议员一起过来 那我们是就是专车就被送到 现在我现在是上在隔离旅馆里 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开会也是这样 专车这样过去 做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这种 这种这个就是会议的 会议主要谈这几件事情隔离以后 如果小三通重启以后隔离的天数 隔离的方式 还有可能有些台包台商 这个台包证过期 各方面的事宜要怎么来处理 先做一些这个事务性的商谈 希望可以如果复航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很顺利的开始 好的确刚才就如同委员您说的 因为现在小三通已经停了 大概将近三年的时间 那么其实当然你们都很希望说 可以在农历年前嘛 就尽快开放 因为毕竟真的还蛮多台商或台商 还蛮久没有回到台湾过年了 大家都希望可以用最方便快捷的方式 跟台湾的家人团聚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是想问问玉珍委员说 今天你们到这个中国大陆 去谈小三通的问题嘛 可是苏奎居然说 妨害这个举国一致 这个防疫的作业 但是中国大陆的防疫 其实现在目前正在渐渐的松绑当中 那么想问问您就这一点怎么看呢 我想苏院长应该要这样子想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那边 现在不是路径里是蛮开放的吗 厦门到台北松山之间 也是有航班往来 也是一样照这个正常的防疫程序 那所以厦门到金门之间 不应该有怎样的这个差别 那如果院长担心说这个防疫的量人 或各方面的话 我今天也派了这个市长过去了 也可以去了解到这个过程中 要怎么样把这个防疫的事情做好 总是不要因噎费时 毕竟小三通它是一个方便快速 而且又比较经济实惠的这个管道 那希望可以这样尽速的再来重启 不过根据就是现在 同样院长还是将心比心 站在这个民众的脚步思考出发了 好的确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民众 都想问那种相关的这个问题 像是我们前几天的这个 鱼餐品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又有一个 像是这个凤梨酥的老板娘 据说呢是有被刁难 说什么关于这个补件 然后没有这么的容易 包括上去他们的厂房啦 厂房的设定啦 还有凤梨酥的这个配比啦 牵涉到一些商业机密 所以据传哦 这个绿媒报道说 这个老板娘干脆就放弃补件了 不过截止到这个10号为止呢 被同样列为禁止进口的 业者名单在这一波 本来2400家当中 就有1800家是没有补件的意愿的 所以其实我们想问的是 关于这个凤梨酥的议题哦 比如说上次加德的高饼店 很担心什么机密外流啦 所以放弃补件 大约是有两成五的注册过关 那么像是我们也是很有名的 像是什么奇美啦 跟逸丰的厂商 难道就没有商业机密的问题吗 我们想问问看 这些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内幕 或是黑幕 想问委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应该这么说吧 每一家厂商他个别的这个思考方向 比如说他的产品打算 销到世界哪一个地方去 当然有他个别的考量 那他的补件能不能过关 我觉得商业机密应该不是说最重要 因为凤梨酥不是只有一家在做嘛 因为他有比较特别的配方 但是因为中国大陆要求补件的内容 大部分是你的 比如说我记得在今年4月间 那时候台湾开放日本核实进口的时候 他是要求说你的原物料的这个内容 没有日本核实证明 没有相关这个证明 那所以他需要的是一些文件上的 的这种补充嘛 那当然至于每一家你说2000 我听到卫福部说2400家被进的厂商中有1800家决定 就是不要补或是不愿 那也许我觉得这是他们 各个个别商家的这个考量 就当然每一家生意都会有自己做生意的考量 打算把市场分布到哪里去 但是即便有一些商家他不愿意这样做 不表示政府应该忽略那一些还想经营中国大陆市场 那在很多市场在中国大陆比重还相当多的 多的这个我国这个相关产业的业者 不管是这个农产品业者 或者是这个水产品的加工业者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饮料产品这方面的业者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蔡政府 他还是苏内阁还是应该将心比心 我一直要这样子讲 要站在这个民间业者的这个 的角度来思考 尤其每一个 尤其每一家公司 这个他的损失的这个营业额 可能是几亿啊 或是几十亿 或是十几亿 那对整个政府的总体的这个 对大陆的输出额来讲 尤其不是一个大数字 但是对每一家厂商来讲 他都是重要的 那政府的存在目的 本来就是为民服务 所以政府事实上 就是应该协助厂商 那在两岸现在沟通 这个管道锻炼的情况下 事实上还是应该 大家慢慢的互相的 希望事处善与多多沟通 那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因为比较没有这个 应该是说比较没有这个 官方的这个困扰 我们就是帮百姓做实事 我们就是务实的来沟通 到底需要什么文件 哪个关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 我们希望透过比较务实的手段 来沟通来协助民众 因为对每一个产业来讲 或者是对每一家公司 或者每一个业者来讲 他的损失都 也许都是占他公司 一个比较大的比例 那如果是很小的比例 比如说我们刚说那个 加德的凤梨书 因为他就决定他不走这个市场 那他当然是他的选择 但是其他的业者也许 选择还是要继续 耕耘这个市场 那蔡政府这边 我们的执政党就应该处理 就应该帮忙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